根据一项研究,从尼亚加拉到长岛蒙托克,纽约州的供水系统中,就属纽约市的饮用水最干净。 纽约市拥有一个独特的水资源保护计划,限制纽约上周水库和分水岭附近的开发建设,让污水系统和农药化学品的污染远离水源。 而长岛纳苏菌和苏福克菌是纽约州供水系统中,出现最多新型污染物的菌。 长岛的公共供水系统是从杀殖土壤的井中取水,土壤很容易受到污染,污染物中包括二鹅碗,有些地方浓度甚至超过州环保厅的参考值。 低浓度的二鹅碗布露会对胎儿发育产生影响,并导致甲状腺疾病、高胆固醇、肾癌等疾病。 纽约市公益研究组织建议,纽约州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进行测试和水源保护, 并建立公共供水系统中污染物的资料库。 而纽约市完善的保护水措施,应作为一种模式向全纽约州推广。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,纽约报道。